新版本淡仔岛中被隐藏的两个彩蛋 你一定要知道的秘密 首先来看第一个官方隐藏的彩蛋 它是关于淡仔岛月落苗江庙会街区建筑物的 如果你在淡仔岛中也见过这个建筑物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 月落苗江庙会街区建筑物里面有一棵参天大树 在参天大树的树叶上隐藏了一只巨型蝴蝶 这只蝴蝶它可不是装饰品淡仔 只要跳到它的背上乘坐上它 它就会带着淡仔在淡仔岛的天空中自由翱翔 为了小伙伴们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淡仔岛中官方隐藏的第二个彩蛋 是关于出现在淡仔岛光场中间的 这一堆诡异的篝火的 众所周知 这堆篝火平时的时候 火焰很小淡仔 可以为在篝火前翩翩起舞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这堆篝火的火焰只有这么大 错 大错特错 其实淡仔只需要拿起路边的柴火棒 丢到篝火里面 此时你就会发现 火焰它变大了 随着篝火里面的柴火棒越来越多塌 就会掀起火焰龙卷风 非常的帅气 此时 它直接就把旁边的淡仔卷飞了起来 这就是淡仔到新版本中 被官方隐藏起来的两个彩蛋 小伙伴们 你们都知道了吗